Springs Everyone 而至到一切地皆平將來就得值勝過 由於廣大的生命 榮 spends了這種為眾生服務不適犧牲的精神 而得到 為身菩薩 這個就是隨眾生金應所知量秦業發言,隨他的心量廣大,所發出來的善業就是為登屠殺。 這樣又有一個人,都是以前佛在世的時候,有一位癖知佛,以前有一位癖知佛,他想化道眾生。 那他想化道眾生,那他怎樣化道呢?就是要出去化食,和人多結善業。 這位癖知佛,他就示現是有這個病相。 當他出去化食的時候,有些人就跟他講,他說,尊者,你現在身體不舒服,你是需要喝一些蔗汁。 你用蔗汁來滋養這個身體,這樣就慢慢會復原。 那當時有一個人,他就開這個蔗汁店,買一些蔗汁來買。 那這位癖知佛,去到這個人的店裡,跟他化蔗汁。 那就是跟他結完,等他多眾善業。 今生既然是有錢了,那就再繼續做這個善恩,來生就更加有錢了。 但是這個老闆,他非常之歡喜。 就是要用蔗汁來供養他,但是因為他有急事,匆忙出外,就不能夠自己親身拿蔗汁去供養這位癖知佛。 所以他就祝福他的太太,他說,現在這位尊者來到化園,你代我拿些蔗汁來供養這位尊者。 他的太太太,他說,行了,行了,行了,你去吧,你去吧,我會的了。 那他呢,這個老闆出了之後呢,他這個夫人在那裡想想, 你來我那裡化蔗汁,這個又來,那個又來,我容易給完就沒有的。 他說,要做一次呢,等你以後都不敢來的。 那他怎樣呢,拿了那個癖知佛的那一隻瓦,先先在那個瓦底下,先裝一些垃圾水。 裝了垃圾水之後呢,然後就在那個臉上,就倒一些蔗汁在上面。 然後拿去供養這位癖知佛。 這個癖知佛,他見到,他知道,立刻把這瓦東西倒了,洗乾淨那個瓦,他就走了。 那他果報是什麼呢? 就是佛在世的時候,佛的大弟子,謝尼弗尊者,穆見蓮尊者, 他們每次吃飯的時候,他們先作冠。 他作冠就是觀察一下,看看在六道眾生之中, 有哪一種眾生痛苦的時候,就需要幫忙的,他就去化妒。 那他有一次那個穆見蓮尊者那一次就作冠。 他作冠就是觀察到有一個鵝鬼,這個鵝鬼道之中有一個鵝鬼。 他的身體燒到好像那些鐵一樣。 頭髮呢,就一味噴那些煙出來的。 那些頭髮,還有那些鼻水,眼水,流出,頭髮就硬得好像鐵枝一樣。 那些鼻水,眼水就整條鐵一樣。 那樣的情形,頭髮又睹他痛了。 那些流出來的那些水份,又睹他痛了。 想吃的時候,那些飲食就變成火炭。 想喝的時候,那些水就變成龍血。 非常之痛苦。 那穆見蓮尊者觀察到這樣的情形,就問他。 他說,你究竟為什麼恩怨,會成為鵝鬼呢? 墮落在鵝鬼道中。 慘悲。 那這個鵝鬼,他說,尊者,佛呢,是大國細尊,他什麼都知道的。 你去請問他好了。 他說,現在我太辛苦了,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後來,穆見蓮尊者,就去請問佛,這個鵝鬼,究竟是做什麼? 為什麼情形? 因此,就佛講出,縮她過去的恩怨。 就是因為這個女人,供養癖之佛的謝汁, 先在那個鵝底下,放了那些垃圾水。 因此,就感到這樣的惡欲恩怨。 隨眾生心,應所之量,秦業發言。 她的心量,合小了嘛。 因此,就有這樣的惡欲。 又有一個人,我今天不是講故事。 但是,就是因為我要解釋這個隨眾生心,應所之量,這種理由。 眾生心,如果發出來的心是大, 她就成為一個善逆的恩怨,成為善逆。 發出來的心量少,就成為一個惡欲的恩怨。 有一個,都是年紀大些的人。 在鄉下的地方,當然那些窮苦的人也很多, 但是有錢的人也很多。 有一個,是官患之家,當然是很有錢。 那她有錢,她自己本身,可能呢,就不是那麼霸道。 但是,最怕她手下的那些人,那些勞伏, 所謂胡、假、虎、威。 這樣自己也以恃著自己的主人,有錢有勢, 就去哈哈巴巴附近那些窮人。 那他們呢,就是養很多那些牛羊,那些牛, 就專門,每天都放那些牛,去吃草。 去那些山頭那裡吃草。 但是因為山頭裡面有很多的墳墓, 那些牛就踐踏人家的墳墓, 不斷踏人家的墳墓, 將人家的墳墓的石碑都踏爛了。 那有一個白衣工呢,她自己的墳墓呢, 她是被人,她祖先的墳墓被人,被那些牛踏爛了。 那當時啊,她家的那些人, 和鄉村的人,說她呢,她說你自己是一個鄉村裡面, 即是屬於年紀大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 為什麼你將這個鄉村,你都管理不好? 你應該要跟人交涉嘛, 不要將自己那些祖先的山墳來毀壞啊。 那當時這個老人呢, 就去跟那些人說, 請他放牛, 就不要在他那些山墳那裡放, 就走遠一點放, 就不要將他們那些山墳來毀壞。 但是那些惡奴啊,那些奴博呢, 他已經儲著自己的主人, 是有錢了, 他不理他, 不但不理人家, 同時呢, 還欺負人家, 去打人家。 這樣欺負得人家很厲害。 所以這個白衣工啊, 他當時的心, 起了一個惡念。 他說, 你們這樣, 這麼霸道, 這麼欺壓我們良善的人, 我將來死了, 我也要去報復。 那麼他當時呢, 就叫人家做一副棺材。 他做一副棺材呢, 他說, 那個棺材頭那裡, 你要跟我開個洞。 那麼那些人啊, 問他啊, 人家的棺材沒有人開洞的, 是不是? 那是甚麼事? 棺材頭那裡開個洞? 他說, 我要死了之後, 我要變一條毒蛇, 由這個洞那裡, 爬出來, 去那個人, 那個富有的人家裡, 去傷害他, 咬他。 他說, 因為我現在沒有能力來報復, 我只有死後來報復。 發了這些惡的心力。 那麼後來, 那個做棺材的人, 聽他說, 跟他這樣做。 但是, 因為這件事, 傳一下傳一下, 給這個富有的人, 那個主人聽到。 那麼這個主人呢, 想一下, 自己是這樣做呢, 手下的人這樣做呢, 是不應該, 固然他要責備他自己的家路。 但是, 他都希望, 能夠跟他解冤識結。 於是, 請這位老人家, 去他家裡吃飯。 請他老人家去家裡吃飯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 我們過去, 有些什麼對你不住的呢, 就請你原諒。 因為很多事情呢, 我都是不知道。 那麼這個白爺公呢, 聽見這個主人親身, 請他吃飯, 親身跟他道歉。 那點親火, 比較呢, 關了, 親火關了, 內心呢, 就變了, 有一種歡喜之心。 所以呢, 在喝酒期間, 他就吐了。 一吐吐出來, 他吐了什麼出來, 吐了一條蛇出來。 所以, 他那個親恨鬱結在裡面, 已經成為蛇。 如果假使間, 一個冤結不架起的時候, 死了, 就變成毒蛇。 這些呢, 就是隨眾生心, 應所知量, 秦亦發言。 以此, 我們這個心, 想善, 就得到善報。 想惡, 就得到惡報。 因此, 佛學裡面的道理, 是說是偉大, 就是偉大在這一點。 解釋這個宇宙人生的道理, 教我們應該要從這個善道而行。 因此, 說這個心的作用, 就是有這樣的。 十法界, 醫正, 因果, 善惡之業, 都是由這個心的用而發出來。 所以, 這個儒家的書也有說, 量大, 福亦大, 基心, 和亦心。 如果我們一個人, 這個心量廣大, 我們這個福報, 亦都大。 而你的基心, 和亦心, 基心就是這個心機。 你以這個心機計謀去算害人的時候, 你算到, 都不知道幾準, 怎樣來害人。 但是, 到頭來, 禍亦心。 在世間上, 我們得到的惡報, 最多是抓你去坐牢, 或者是你殺人放火的, 以一命, 底常一命, 世間的因果, 世間上就是這樣。 但是, 歸根結底的因果, 在這個三惡道之中, 這個報應, 就是無窮無盡。 欲基心, 和亦心。 在花炎經裡面, 亦都有說, 時時我們聽到, 我們念經都有,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聖, 一切為心做。 很重要, 很重要。 故此, 如果我們平常, 日常, 眾經拜佛的時候, 能夠將這幾句話, 深深地思考, 我們所得的利益, 真是無窮無盡。 平常, 亦都有說過, 三點, 如星相, 橫歐, 就此月邪, 披無從此得, 就成佛也由他。 三點, 如星相, 橫歐, 此月邪, 這個就是心字。 心字是這麼簡單, 但是披無, 都是由這個心而得。 成佛也都是由這個心而得。 所以這個就是講, 心的作用, 能夠出生十法界的依正恩果。 這個心的作用, 就是非常之大, 會像這個廣字, 大方廣, 這個廣字, 就是用大。 大方廣, 即是啟, 上, 用, 三大。 這個大, 就是啟, 這個方, 就是上, 廣, 就是用, 所以這三大, 不是只有你有, 我沒有, 不是只有他有, 你沒有, 是人人都有, 是一切眾生, 本來具有。 所以我們這個心是很尊貴的, 我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的心。 這樣呢, 眾生本來具有, 看上用三大, 那是在於恩中的衛來的說, 就是在恩衛來的說。 如果是在於果衛上說, 這個果衛是指什麼? 就指無上菩提的佛果。 十方諸佛修行, 經過三大阿僧其結, 斷除三煩惱, 解決了異種生死, 他們福慧, 具足, 功德原本, 而正道一切種子, 正所謂, 天照一切諸法, 以無邊的佛志, 來照廣大的佛境界。 就是這個心性, 因中所具的, 看上用三大, 就成為微妙的三德。 現在我們知道, 我們在恩中, 未有修行的力量, 就是內心具有, 看上用三大。 但是, 如果知道這個修行, 發生效力, 成為佛果的時候, 這個三大, 就成為微妙的三德。 恩中是體上用, 果上也是三德。 哪三德? 就是發生德, 波野德, 解決德。 大就是發生德。 這個方字呢, 就是屬於波野德。 廣字呢, 就是屬於解決德。 所以, 大方廣三個字, 在我們眾生份上, 在我們眾生這方面, 來講, 就是真如智勝, 本貴的體, 上用三大。 但是在佛果, 這方面來講, 就是所證的, 發生, 波野, 解決三德。 而這個三德, 我們再來都講, 亦是佛陀的三生, 就是發生, 報生, 認生。 又這樣, 知道我們的心性, 是這麼好的。 因此, 我們人人都要不要辜負自己。 發生, 報生, 應生, 是三生。 因為它叫發生, 所謂發生者, 就是理法聚集之身, 清淨妙理。 這個理法聚集之身, 所以理就是真如妙理, 具足一切諸善之法。 佛陀由修行的力量, 一切微細, 煩惱, 障藝, 消除, 無有救惠, 無有救惠, 本有清淨的真如妙性, 全體都顯露。 等於好像一個鏡子, 那些鏡子以前有一個塵埃封住, 照不到, 但是當我們把鏡子洗乾淨, 抹乾淨的時候, 鏡子的光明全體顯露, 所謂光明朗照, 暫然尚絕, 這個名為發生。 接下來它叫佈生者, 這個佈生就是智法聚集之身, 這個智就是智慧, 智慧即習而成之身, 就是屬於佈生。 他指佛陀在因地之中, 他廣修六道萬行, 這個六道大家都知道, 報師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但是當我們修六道的時候, 如果我們只是修這個報師, 行報師,心行分別, 這種不是智慧, 是有分別,所謂有上報師。 如果修禪定的時候, 心有分別, 這種也不是得到真正的禪定。 佛陀在因中修六道萬行的時候, 每一行, 他都是以智慧為領導的, 所以智慧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如果我們修行, 不以智慧的時候, 這種是屬於有上, 所謂有上報師, 就是生天福, 就是生天的福報, 始終不能夠解脫生死。 但是如果我們以無相而修, 無相就要以智慧為領導。 因此以智慧領導所修的行, 心每一行都能夠了達深空景直, 無所著著。 因此佛陀在因中, 心每一行都以智慧而領導行。 因此無取無捨, 故此在菩薩行門之中, 精盡無間, 如無有障礙。 直到因緣果滿的時候, 籌報以智慧領導的美妙因行, 而顯現出上好莊嚴的身上。 因此這個上好莊嚴的身上, 就是由智慧而感得的。 所以說智慧是智慧之身。 這個就名為佈身。 因此它叫應身。 應身就是功德善法, 聚集之身。 佛陀在因中, 經過長遠時劫, 行菩薩道, 聚集無量功德善法。 它為了慈愛離濟一切眾生, 故此收種種難行能行, 難捨能捨的事法。 直到它修行圓滿的時候, 為了順應所化眾生的基情。 因此它得到自在隨機應然種種的身上, 而去利益眾生。 這種就叫做應身, 又稱為化身。 佛職加牟尼佛陀, 它的應身就是具足三十以上八十種好, 可以化現六度眾生的身形, 而行教法。 故此, 這個三身, 亦即是三德。 亦都是完正大方講這三種的廟理。 凡是成佛, 都能夠完正這三德。 當釋迦世尊, 他在桃堤樹下, 初初成佛道的時候, 我們這幾句話時常聽到, 他初初成佛道, 他說, 其災一切眾生都有如來的自為得相。 但是這個自為得相, 為什麼不得到顯然呢? 就是因為妄想執著, 而不正德。 因為我們眾生內心, 有妄想分飛, 種種執著, 將這個自為得相, 遮蓋著, 所以不能正德。 如果離開妄想, 離開執著, 一切自, 無私自, 自然得到顯然。 所以佛陀教我們修行, 就是要我們利妄想, 來執著, 將自己本有的智慧得相顯露。 讀過《法花經》也知道, 在《法花經》裡面說, 《諸佛世尊唯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這個大事因緣是什麼呢? 什麼大事因緣呢? 繼續說, 《欲令眾生開示誤入, 佛知之見, 故出現於世》。 佛知見是什麼呢? 三知就是佛知, 一切自, 道種自, 一切種自, 就是三知。 五眼就是佛見。 所以佛陀出現於世間, 就是為了想眾生能夠開佛知見, 能夠悟佛知見, 能夠入佛知見。 這就是屬於大事因緣。 佛知佛見, 三知五眼, 一切如為的智慧得相。 所以, 眾生的佛知見, 被煩惱蒙蔽住。 因此佛陀, 就要為了這種情形, 就要出現世間。 他出現世間, 就是想我們眾生能夠 回復佛知見。 這種就是佛陀出現世間的大事因緣。 佛陀由於多生多劍, 修行之功, 他已經將妄想執著斷除, 本區的般若得相淺法, 而能夠圓正三身, 光明朗照, 大用無盡。 所以, 在這個經裡面, 花言經裡面的境界, 從從無盡, 真是廣大到不得了。 所以, 這部經裡面所講的四法界, 裡面所講的十元門, 菩薩的無量行門, 以及從從無盡的廣大甚深和境界。 這些都是發揮本具的大方廣道理。 所以, 大方廣這三個字, 就包含經裡面種種的妙言。 如果我們能夠明白到大方廣道理, 即是明白到經裡面那種的從從妙言。 因此, 大方廣三個字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總括來說, 大是屬於體, 方是上, 廣是用, 體是深性的體上, 體是深性的體, 上是深性的量, 用是深性所具的妙容, 故此大方廣, 即是體上用, 是眾生深性本具, 乃是諸佛所證的三德。 因爲深性本具之故, 如果能夠依教起修, 斷除三煩惱。 本具的大方廣妙理顯法, 在這個時候, 福為圓滿, 同佛所證, 無二無別。 以上, 就是簡單解釋大方廣這三個字。 要解多幾天才能解完。 它裏面的道理實在太微妙, 太豐富了。 現在我只是簡單解釋, 你叫我再解釋, 我都不會了, 我是懂得這麼多, 我懂得這麼多, 和你們說得這麼多。 其次呢, 就是解釋佛花言三個字。 這三個字呢, 就是顯示收得的那種封功偉跡。 佛台恩中, 收無量恩恆, 而感得不可施以的偉大成就。 正左大方廣, 無盡法界的人, 就叫做佛。 佛呢, 就是凡語的印度音。 具足呢, 叫做佛陀耶。 翻中國音, 就叫做國者。 這個國者呢, 就是國語的人。 者, 就是人。 我們中國人呢, 是很喜歡簡略, 這個簡略的習慣, 很多人都有的了。 所以, 佛陀耶就不稱呼, 就單單稱為一個佛字。 但是我們可以問一下, 為什麼既然是國語的人, 我們翻譯過來的時候, 又不證為國人, 而證為國者呢? 這個問題呢, 就是因為, 這個國語的程度, 是有錢, 有心, 它範圍, 是有廣, 有閒, 不同的關係。 如果我們說, 國人, 很容易啊, 和平時人的國語呢, 又會混亂, 不能夠表現出, 佛的國語是高超徹底的。 我們平時的人, 稱為國語, 對處理某一件事情, 在這個計劃上呢, 是有錯誤啊, 這件事情我們做錯了啊, 後來呢, 就明白, 醒悟了, 將它改正了, 因此就稱為叫做國語啊。 那麼其實這種國語呢, 只是對某一事而國, 其他, 又不國, 好似陶淵明所講的, 國今事而作非, 那麼覺得呢, 現在是對啦, 我慈觀歸故你, 不為五九米折腰, 現在是對, 過去呢, 是不對的, 但是啊, 過後呢, 又有作非啊, 作非之後也都有作非啊, 好像那些世間上那些賭仔呢, 他們很喜歡賭錢, 那賭錢呢, 什麼都去輸清光, 家裡什麼都拿去當去輸, 唉, 輸了回來之後呢, 悔恨啊, 那麼多錢拿去輸了, 斬手指不賭, 過誤啊, 那時候是過誤啊, 他是不是真正過誤呢? 他不是啊, 他過了兩三日, 睡覺, 聽聞人家說他賭錢, 他又去念念腳又去了, 這樣呢, 今日覺就明日不覺, 明日覺, 後日又不覺, 所以這種覺悟呢, 就不是真正的覺悟, 就是對某一件事而覺, 其他的事是不覺, 是屬於暫時性, 那這種覺悟他是什麼? 為中之覺, 不是真正的覺, 屬於妄覺, 屬於虛弗平凡, 不是徹底永久的, 所以呢, 就不能夠跟佛的大覺悟相提並論, 同時佛陀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的, 因此一切動物蠢動含靈, 遇到善恩怨, 將來都有覺悟成佛的一天, 例如大致道論話, 他說, 魏仔被人先成佛, 此事尚未可了, 因為魏仔, 今生如果是做魏, 但是呢, 來生,或者他由於過去的善恩怨, 來生成為人, 遇到這個善知識, 教導他, 精進勇猛去修行, 得到成佛, 如我們人呢, 遇到這個惡業因緣, 或者是遇到這個惡知識, 引導我們, 所做的呢, 都是做這個惡業, 由這個惡業躲在三惡道之中, 這樣躲在三惡道之中, 時間是很長, 很難得到出來, 因此說, 魏仔被人先成佛, 尚且未曾有一定, 所以呢, 各的範圍, 人單限於人類, 畜類, 也都會有覺悟的因, 一篇, 故此呢, 在這裏所翻譯的呢, 就譯為叫做國者, 而不譯為國人, 就是這樣的, 道理, 說到這個佛字, 是含有很多意思的, 平時我們說, 很多時候我們讀, 佛者各也, 各什麼? 各有三義, 有三種道理, 第一, 是本國, 第二, 是此國, 第三, 是究竟國, 稱為本國, 國, 就是佛, 乃是一切眾生, 各個本具的國性, 本來是自有的, 不是由修行造成, 乃是由修行的功力, 將煩惱消除, 使得本有的國性顯法, 現在在凡夫迷惠之中, 未曾有修行的美德, 佛性的微妙功德, 不能夠顯法, 雖然本具有這個國性是這麼好, 但是我們不能夠運用自在, 因此稱為本國, 只是本來有此國性, 眾生本來有此國性, 但是為而不知, 所以為此本國, 就成為不國的眾生, 雖然是不國, 但是本來有的國性, 未曾有遺失, 等於一個流浪他鄉的窮人, 他終日都在街頭黑食, 但是他自己衣服裏面, 是藏了一粒明珠,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本來富有的人, 就成為窮人, 流浪街頭, 他雖然流浪街頭, 他衣裏面那粒明珠, 未曾有遺失, 我們眾生雖然為流轉於六道之中, 而本有自性的明珠, 各性, 是未曾有遺失, 所以經中裏面說, 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我們人人都是未來佛, 寧言經, 一切眾生本源真如, 與十方法無二無別, 這個本源真如, 就是清淨的國性, 與十方法是一樣一樣, 沒有分別的, 本來具有國性, 所以就叫做本國, 第二叫做此國, 此就開始得到國無, 因為眾生本具的佛性, 謎而不覺, 後來遇到善因緣, 有善知識, 指示開道, 教我們學習佛法, 教我們閱讀經典, 以及大德門的著作, 我們看到大德門的著作, 聽到大德門的開示, 然後才知道自己, 原來我都本來具有佛性的, 如果能夠勇猛精進修行, 實行立得盡善這個方法, 將來都有成佛的一日, 不知道本具的天真佛性, 一向迷而不知, 今天文化讀經的恩緣, 開始得到國無, 現在才知道我自己本來具有佛性, 這種情形, 就名為始國, 始初得到國無, 就是因為聽到善知識們的開示指導, 以及學習經典的恩緣, 而得到明誤有本國的道理, 這種情形, 就叫做始國, 第三, 就叫做究竟國, 本國的理性, 始國, 這個本國就是理性, 始國就是智慧, 由本國之恩, 加上由文化, 閱讀, 經書的外緣幫助, 恩緣具足, 生長智慧, 醫教修學, 事事反觀內照, 內心無有著著, 念念和真如妙理相應, 經過長時間修學, 所謂刮舊磨光, 古時古人做功夫, 他說要刮舊磨光, 將舊位消除, 將理智磨到明正, 學問的功夫, 就得到利益, 就得到應用, 現在修行也是一樣, 修行這一法去修行, 慢慢將煩惱救, 來到去刮槌, 慢慢將本有的佛聖, 來到去磨光, 漸漸煩惱斷除, 就達到智原理極, 還復本有的心願, 究竟清靜, 朗延大國, 如果是回復到朗延大國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正所謂, 心爆太虛, 量舟沙戒, 這個時候是福慧玄門, 成就佛國, 稱為救景國, 達到無上菩提的地位, 所以佛字的國是有本國, 始國, 究竟國, 三個意思。 我們又解釋到佛節, 除了前面的三個意思之外, 更含有智覺, 各他, 各幸圓滿的意思。 所謂智覺的, 眾生沉迷於生死苦海, 流浪在六道街頭, 其實我們現在人人有屋住, 有所歸宿, 不是流浪漢, 根本上我們現在人人都是流浪漢, 流浪在生死六道之中, 流浪在六道街頭之中, 又因為貪戀五六六尋, 如知無智慧, 猶如居住在黑暗的漫漫長夜之中。 見到夢幻, 見你不清楚, 完全沒有一些醒覺, 在這個生死裡面, 不但不覺得苦, 反而覺得快樂, 沒有一點求出來之心, 這些就是我們如癡的凡夫。 但是佛陀, 他經過一番的深刻修養功夫, 他覺悟到宇宙人生間的事事物物, 都是屬於苦、空、無常、無我。 要知道三界而空花, 六道如水月, 實在沒有一些可以留戀的, 更加沒有一些可取, 於是捨棄了, 顛倒苦悶不實在的有為法, 消除外見, 斷煩惱, 在心靈上, 開闢了現實美滿的新天敵, 享受到真常, 真樂, 真我, 真正的微妙境界, 所謂常樂我正的境界, 這種屬於自覺。 其次叫做覺他者, 自己既然覺悟, 又將自己所覺悟的道理, 以及自己修行正果的方法, 展轉教化眾生, 覺悟一切有情, 希望一切眾生, 都與自己一樣, 得到真正的覺悟, 享受到至高無常的法樂, 這種屬於覺差, 其次覺悟, 就是覺幸元悟, 智覺各他兩種功行都得到緣,佛陀在世說法,教化眾生的時候, 他是以卑智相運,所謂卑智相運者,一方面勤修戒定為,這種是屬於智慧, 零方面以四魂六道利益眾生,這種就是屬於卑,所以卑智相運,智利利他,智他兩利, 智利就是屬於智覺,利他就是屬於各他,因為智覺的緣故能夠積集到智慧緣滿, 智力各他之故漸漸,激習到覆德緣滿,又這樣,覆慧滿足、萬得具備,超級九界獨孫, 这就叫做国行圆满 在这三国之中 二国就不同凡夫的不国 因为不同凡夫的不国 所以佛陀就超越六凡法界 各他就不同二乘的智利 因为二乘人只是求要脱生死 得到解脱涅槃 就未曾有进修菩萨道 所以各他就不同二乘的智利 这个各他就超越到二乘法界 各满之故就不同菩萨的分正觉 因为菩萨修行一步一步修 正所谓无命就纷纷断 发生就纷纷症 就未曾得到究竟断进无命 未曾得到究竟